夏天是西瓜產季 宜蘭武傑鄉公所為了推廣促銷 特地舉辦了吃西瓜大賽 看誰可以在兩分鐘之內 把重達兩斤的西瓜吃完 吸引了許多民眾報名參賽 比賽開始之後 參賽者毛起來狂吃 有人連盤子上的西瓜汁也不放過 喝得乾乾淨淨 兩大片種植兩斤的西瓜擺在眼前 參賽者蓄勢待發 準備力拼第一個吃完 力拼 參賽者大口咬下西瓜 卯足全力狂吃 轉眼間藍色衣服的男子 已經剋掉了一大半 其他選手也拼了命狼吞虎咽 連盤子裡的西瓜汁也不浪費 喝得乾乾淨淨 這裡是宜蘭武傑鄉舉辦的吃西瓜大賽 看誰限時兩分鐘內 能吃完重達兩斤的西瓜 第一名還能獲得2000元的獎金 現場還有一系列的活動 讓民眾有得吃又有得玩 四十七九金頭 受到環境影響 武傑鄉的西瓜又大又甜 第一名的甜度還高達13.5度 現場也請來專家教你怎麼挑好吃的西瓜 這邊是往內凹的 那這個品質原則上它就是比較充實 品質會比較好 它的紋路如果比較明顯的話 它的縱紋比較明顯的原則上品質也會比較好 主辦單位最後擺出了上千斤的大西瓜 供民眾免費品嘗 希望民眾能多多支持農產品 增加瓜農的收益 記者李克彥宜蘭報導 請到